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姚明 恭喜中国女兰 国际蓝联重大官宣 日本队高兴太早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本期视频阿三和大家聊一下最近中国女兰的情况 众所周知 在目前刚刚已经结束的一个亚洲蓝联比赛当中 我们也知道了中国女兰和日本女兰呢 最终在决赛当中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 虽然说其实比分的一直咬得很紧 但很可惜在最终第四鞋呢 中国队在一度领先的情况下 那最终呢 还是被日本队掰回了比分 而且呢 最终也是以五分子分岔的输掉了一个冠军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对于中国女兰来说呢 也算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毕竟呢 其实我们本身实力并不输给日本队 而日本队这边可能呢 因为经验更加丰富啊 所以呢 其实他们在过往几届呢 已经包揽了好几届的冠军 那么这一次呢 他们再次打败中国队拿到这一次冠军的话 那么对他们来说呢 只是未免一个荣誉 但是对我们来说呢 却是再次啊掉到了千年老二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那么对中国女兰来说 那么这一次呢 没有能够啊弥补之前的啊啊冬季奥运会的遗憾那么着实会有一些失望 但当然其实啊对中国女兰来说 那么这一次虽然输球了 但是呢从方方面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国际来连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也是官宣了这一次比赛的最佳阵容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日本队之外呢 其实啊中国队呢也有两个球员入选 分别是 黄世晋和李业如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其实中国队的入选数量球员呢和日本队是一样的 虽然说我们这一次只是拿到一个亚军 但实际上呢 我们和冠军一样也是拥有两个表现非常好的球员 所以其实从这个啊国际蓝联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宣布和决定 我没看得出来呢 其实整体来看那么中国女兰的表现并没有输给日本女兰 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输掉比赛 那么我觉得呢其实并不是实实实力上的个问题 可能更多是经验上的个问题 毕竟呢 其实从整体年龄上来看 日本队这边的年龄呢要偏大一点 那么经验呢 自然也就更加的丰富 而我们这边主力呢其实很多都是20出头 那很多时候在经验上可能就输给了对手 所以呢最终以5分的分岔输给对手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其实不是实力的问题就是经验的个问题 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对中国女兰来说呢 这一次我们虽然说输掉比赛 但整体来看的话 如果说再过几年 那么我们年轻的一个阵容呢 势必要占据更大的一个优势 或许在下一届这个啊亚洲杯的到来 那么对中国女兰来说呢 我们可能实力能够跟上一个范畴 到时候我们再去面对日本女兰这个未免冠军呢 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实力有实力去打败对手 那么因此我觉得对中国女兰来说也不必要去啊气馁 那对呀姚明来说呢 其实这一次 打比赛我觉得反倒是看到了中国女兰的一个整体表现 包括我们优秀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是要恭喜我们中国队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对日本女兰来说他们也别高兴的太早 毕竟呢江山带有才言出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呢 那么风华正棒 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也非常期待我们中国女兰呢 会有越来越好的个表现 因为呢以他们的实力啊还有他们那个年龄啊还有状态的话 我完全相信了中国队能够继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甚至拿到亚洲第一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